好,下面一個練習06 好,這是省年的題目,但是很簡單 他說,他給你的時刻表 到站的時間,然後呢,給你的距離 第一個問題是 台北到高雄的平均速率是多少 因為他一直彎來彎去 所以方向不確定 所以他算出來的不叫做平均速度 叫平均速率 就是花多少時間,走多少路程 把路程算好,時間算好 答案就出來了,很簡單 他的平均速率是多少呢 平車站借問 平均速率是多少 帥哥美女 這位叫做15號 70 你說70,謝謝 答案叫做 7成 平均速率,你要把每個都加起來 台北到新竹60,然後到台中80,到嘉義100,到台南70,到高雄40加起來 然後總共花的時間 然後總共花的時間,出發時間7點,結束時間12,所以DeltaT12-7 那就是簡單的算數,那就是簡單的算數啊 接下來一個更簡單的問題 他說從台北到新竹,台南到高雄 台北到新竹花一個小時走60公里 台南到高雄花40分鐘走40公里 60分鐘走60公里 60分鐘走40公里 所以他們走的快慢是一樣的 他的快慢是一樣的 可是他問你說,那我是平均速率一樣 還是平均速度一樣 還是平均速度都一樣,或者都不一樣 哪一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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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的答案是哪一個 他的答案是哪一個 是哪一個勒 20號 需要 分到沒有 我想應該要找個 剛才是女生嘛,找個男生 31 31 31誰 3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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4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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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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6 5 5